国际重大讯息来看到前美国总统川普 今天是遭到了大陪审团起诉 原因是他付给验薪封口费 以避免两人的私事被揭穿 这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卸任总统 纽约时报的网页头版立刻发布了 这项十年来最重大的历史头条 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夕 支付绯闻对象13万美元的封口费 牵扯重大金融犯罪 遭到了纽约检调的追查 大陪审团经过多个礼拜的听证之后 最终决定要起诉这位前总统 而川普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 坚称自己无辜 并表示会抗告到底 目前川普被起诉的具体罪名还不清楚 起诉苏将会在未来几天由法官来开封 届时川普将被迫前往曼哈顿进行指纹的采集 并且拍下囚犯的大头罩 正式留下了案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